接下来我们直接关注一下全球粮食价格 目前已经平均涨了两成 因此油感涨价大概对你来说 也是变成了日常的生活经验 俄乌开战超过了半个月 国际油价当然是持续暴涨 美国万物皆涨 其中像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 它的通膨情况全美最严重 它的通膨的比率大概比美国的军数高出了三个百分点 另外通膨膨胀 现在对于大宗谷物的影响最大 因为乌克兰加上俄罗斯 他们占了全球股物供应量的三分之一 比方说像远在非洲的面包店 因为这样的成本实在不堪负荷 量少一定驾扬 因此面临倒闭的命运 回火也烧到这两个国家 俄罗斯本国的超市开始严格限制 几乎是所有商品的采购数量 从食用的油盐糖 一直到面粉甚至包括了意大利面 全部每个人都不可以 想买多少就买多少 我们来了解一下 全球粮食价格在增加20%的涨幅 现在更窘迫的现况 高通膨无所不在 从上周一开始 国际油价飙上每桶139美元 有色金属涅的价格冲破 每公顿10万美元 还有美国最新公布的 二月CPI年增7.9% 也创下40年来新高 联合国最新预测 全球粮食价格将为乌克兰危机 再贵个两成 加剧各地营养失衡的情况 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加起来 供应全球19%的大麦 14%的小麦 还有4%的玉米 占全球股物出口超过三分之一 而战争冲击 如今也烧到俄罗斯自己 为在远东地区 勘查加半岛的这间超市 已经明文规定 每人限购10公斤的糖汉面粉 植物油和罐头 不得买超过10罐 严汉意大利面 最多也只能10包 包括婴儿吃的食品 玩的玩具 还有包的尿布 价格通通涨 有些甚至贵了两倍 为了报复西方制裁 俄罗斯禁止谷物出口 也影响到非洲的加纳 尤其该国近25%的小麦 都是从俄罗斯进口 让当地的烘焙业首当其冲 特别是加纳的通膨率 已经连涨9个月 在2月攀升到 15.7%的7年新高 使得不少烘焙业者 只能靠着减少商品分量 或涨价来苦撑 肥料价格也同步飙升 因为俄罗斯也是重要的 肥料出口国之一 而这一阵通膨风暴 从粮食的源头 一路吹向做小生意的 摊贩业者 看在美国这位小老板的眼中 除了顾客的饮食需求不变 其他通通难以预料 特别他所在的 亚利桑那州凤凰城 是全美通膨最高城市之一 比平均数字高出整整3% 不止小生意难做 零固定收入过活的民众 也很难过 以这位使兵色来说 他每个月领政府 1700美元的福利金过活 当中600美元付房租 300美元付医药费 剩下不到一半 还要付水电费油钱等 另外这位舒瓦兹 则因为富王城的房价 在去年飙上新高 正在寻找新的住处 如今国际原油价格 随着俄乌停战协商进展 在周一出现回落 但包括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卡塔尼亚 都出现汽车大排长龙加油的场景 特别是这种主打低价的加油站 被团团包围 由地缘政治引爆 对生存的恐慌感 在全球各地扩散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